呼叫,利用ADO新增資料,然後傳給他第三列的 然後新增進去之後,再換下一列 做完之後會有個Matchbox,以全部新增資料 因為這樣使用者才知道全部新增 然後呢,最後做一個什麼呢 把全部的資料,就是說底下的資料B3 指的就是說呢,我B3這個出生格一直到F欄的最下面一列 這個範圍怎麼樣,幫我清空 那因為我多一個R主要的用意就是說呢 那我就直接把什麼呢,把這個地方 看來把它直接摳過去 這個R是F的哪一列,點clear contents clear contents是刪除的意思,把那個範圍叫刪除 然後把這個資料蓋過去 蓋完之後的話呢,接下來試試看好了 因為這個跑很快,所以這個先中斷一下 執行,全部新增 好,這個時候的話會抓到第一筆,揚叉叉 好,然後丟過去的話呢,那就是call 一樣,所以這一段不用再呼叫了 因為都一樣,然後它會insert過去 然後再來換下一筆 下一筆的話呢,i這個時候就變成4了 所以裡面的資料就變成0XX ok,全部 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 ok,那全部都,第八就沒有了,沒有第九 ok,那你會發現喔,再來就把這個範圍叫清空了 那再來我們就來切到這個,我們的 assess裡面,記得全部重新整理一下 資料就過來了,ok 大概就是這樣子,所以如果你可以很流暢的 把它做完,那恭喜你 再來,請你再找其他資料 多適合幾遍,如果都ok的話,那恭喜你 以後你要把eSale的資料快速的搬過到 assess,其實是一件 我覺得應該還不是太困難嗎 只是說有些東西,你們可能要多演練幾遍啦 ok,大概是這樣,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還有就是說,可能會需要用到網方的部分 因為今天實驗關係,可能沒辦法講到 所以也許下一個禮拜吧,再把那個 這個地方,再做說明 ok,那這樣的話呢,以後 如果大家都要共用的話,你就把它放網方就好了 然後大家也可以共同存取 那也就是說,每一個人也許都有會員資料 那我全部就集中在資料庫 以後要查詢的話,我再到資料庫把它撈過來 就所有公司的共同的資料,就都在那邊啦